我今年十七岁,高三 高中的最后一年,我追了一个男孩子 在学校元旦会演上,我被他的一首安和桥吸引到 一直很喜欢民谣 加了QQ之后,两个人还算聊得来 他是我们七月社的主唱 吉他弹的一般,声音温柔 后来熟起来之后 他常常在七月教室弹琴唱歌给我听 奥韩,歇一歇,时间里的,南方姑娘,耶楼 我那时很喜欢奥韩 经常缠着他一遍一遍唱给我听 欢笑声,欢呼声 朝热气氛,心却很冷 聚光灯,始终梦恩 我却不能,寒灯一灯 我真佩服,我还能幽默 掉眼泪是用笑颜果 怕人看破,顾虑好多 不谈寂寞,我们就都快活 我不唱身似理解的情歌 不表示没有心碎的时刻 我不曾打开伤口人 再歌,愈合就无人晓得 我内心挫折 我像个孤独患者 自我拉扯 外向的孤独患者 又何不可 没多久我就跟她告白了 她也说喜欢我 慢慢我发现 这就是她撩妹的套路 她对每个女孩都是这样 我们开始争吵 最后上升为撕逼大战 关系崩盘后 我仍然放不下她 笑越大声 越是残忍 挤满体温 室温更冷 万一关灯 空虚扰人 我却不能 寒灯一灯 你说你爱我 却一直说 说我不该 我在角落 策划逃脱 这也有错 连我脆弱的权力都掠夺 我不尝生死理解的情歌 不表示没有心碎的时刻 不表示没有心碎的时刻 我不曾摊开伤口人 再刻鱼合就无人晓得 我内心挫折 我像个孤独患者 自我拉扯 外向的孤独患者 又何不可 高十三毕业时 我仍然想和她和好 但是却不被拧轻 被骂为自作多情后 我渐渐死了心 可我忘不了她唱歌的样子 我看不透她 什么都是套路 唯有她低头波弦 唱歌的样子最正式 唯有我们第一次见面 我站在七月教室门口 她坐在那里 抱着吉他 对我微笑 那时我以为看到了爱情 大家好 我现在在南京师范大学 我叫张子年 如果大家想了解 更多的个人动态 以及校园音乐的话 请大家关注 不要音乐的官方微博和微信 我们下一期再见